为什么挠个后背都能上热搜 如果你不相信爱情 也许这个故事能够帮到你 最近段视频引起了关注 小男孩一句 爸爸我后背痒 闭着双眼的父亲 使出全身的力气 抬起了手帮孩子挠痒 短短十几秒却引人泪目 视频中的男子叫赵敬前 据人民日报的消息 四年前的秋天 他在开封时的一处仓库 看见一名三岁大的男孩 爬到六米高的房顶 孩子一只脚被卡在了 十棉碗的破洞里 摇摇欲坠 十分危险 赵敬前迅速爬上房顶 想把男孩抱出来 突然房屋塌了 两人跌落在地 赵敬前死死护着怀里的孩子 最终孩子一切平安 但不幸的是 他自己头部着地 造成了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 成了植物人 事情发生后 妻子宋美 一边想办法赚钱 一边照顾丈夫和两个孩子 为了补贴家里的经济支出 曾经文艺的女孩宋美 拾过荒 摆过地摊 带过绘画班 给人画肖像彩签 还在装修工地做保洁 他每天凌晨四点就早起干活 白天除了接送孩子上下学 就是去医院 陪丈夫做康复治疗 晚上再去摆地摊 做直播 现在赵敬钱的眼睛能微微睁开了 开始可以用手势与家人互动 交流 有一天宋美 哄儿子睡下后 枕在丈夫的床前小气 突然感觉有人给她拉了一下被子 她原本以为是儿子 结果抬头一看是丈夫 只见赵敬钱躺在床上 不断调整僵硬的身子 拉住被子 想给妻子盖上 那一颗宋美的眼泪夺眶而出 后来赵敬钱被评为全国建议勇为模范 宋美说我很感恩 也会继续努力帮助敬钱康复 她说我相信 她离最终的清醒应该不远了 谢谢你赵敬钱 你的挺身而出 让我们看到世间的平凡英雄 也谢谢你宋美 你的不离不弃 维持住了这个家 创造了奇迹 我想请大家为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家庭点个赞 在评论区对他们说一句暖心的话